哈喽有姐妹呢想学习用芦荟胶 加上各种产品给皮肤做水疗的一些护肤方法 接下来呢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 用芦荟胶加上咱们自己家的护肤品 来给皮肤做一个芦荟胶补水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容器 然后呢里面调上一勺的芦荟胶 加入我们护肤的水6滴 然后呢再加入我们的乳液3滴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面霜 一个黄豆粒大小就可以了 调出我们的面霜 然后放在我们的芦荟胶里面 把它们给搅拌均匀 调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敷在面部皮肤 一直给它搅它会成一个乳白状 调成乳白状之后呢 我们把脸洗干净就可以上脸涂抹了 全脸涂抹完皮之后呢 如果说想让皮肤吸收更好 我们呢再敷上一张面部保鲜膜 给皮肤密闭增温打开皮肤的毛孔冲到 这样呢咱们的皮肤就可以多吸收 20%的营养和水分到皮肤底层 保鲜膜呢在脸上待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 它的一个周温密闭的作用就起到了 然后呢我们把它取下来 让面部的水疗继续停留10分钟 10分钟之后呢 我们把面部的营养呢 轻轻打圈暗柔 让它吸收渗透 然后再用清水洗脸 做正常护肤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呢 油皮肤干皮肤都可以去做 卤灰胶呢是我们每个女生 梳妆台上面必不可少的一款补水单品 它不仅给皮肤补水 它还有做晒后修复的一个作用 然后呢它给皮肤还可以镇定 舒缓消炎杀菌 所以呢咱们家里面可以常备 卤灰胶 大人小孩都能用 好啦这一期分享就到这里 下一期呢继续和大家分享 我们再用其他产品 用卤灰胶做水疗 点赞收藏哟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